2015澳門銀河娛樂國際馬拉松交通安排 馬拉松賽事將會在12月6日清晨舉行 比賽於當日早上6時正開始起步 於11時正完成賽事 並於凌晨4時至早上11時半會實施交通改道措施 賽事在一條封閉的比賽路線中進行 起點及終點困切於澳門運動場 賽道主要包括東亞運大馬路 蓮花海濱大馬路 望德勝武灣大馬路 西環大橋 何鴻生博士大馬路及民國大馬路等一大路段 大會將於12月6日凌晨零時零分開始設置賽道 期間賽道會實施有限度通車 並於12月6日4時 開始對賽道進行全面禁止交通措施 主要完全封閉交通幹道 包括 溫動長道 蓮花海濱大馬路 而望德勝武灣大馬路到蓮花海濱大馬路 會實施單向行車 其他路段包括體育路 東亞運街及東亞運大馬路 海洋花園大馬路往西環大橋方向等 澳門區 何鴻生博士大馬路轉入民國大馬路近湖一邊行車線會封閉 駕駛人士只可單向往西環湖街方向行駛 馬國上街往西環湖境大馬路左邊行車線會封閉 往來奧騰 駕駛人士可使用西環大橋及友宜大橋由澳門往騰仔 選擇西環大橋人士要留意 西環大橋只可由澳門往騰仔 並且引橋入口只可由馬角方向及西環湖廣場回旋處方向進入 經海洋大馬路出口進入騰仔市區 而由騰仔往澳門駕駛人士只可使用友宜大橋 友宜大橋出入口並沒有任何變動 最後,往返路騰人士可選擇從機場大馬路或路騰金光大道通行 路環和諧圓形地轉入蓮花海濱大馬路入口封閉 橫琴區 來往騰仔及澳大橫琴校區的河底專用隧道會封閉一邊行車線 另一邊行車線實施雙向行車 大學大馬路轉入聖連大道的回旋處入口封閉 強新大馬路交界至聖連大道封閉 強新大馬路往校友大道方向封閉 大學南圓形地轉入居易大道路口封閉 分段開放 大會為避免對交通繁忙的影響 多條道路採取分段開放的形式 將交通的影響減至最低 西環湖境大馬路 馬國上街 文國大馬路 何鴻生博士大馬路 西環湖廣場 西環大橋 坦仔往澳門方向 會於上午九時正最先開放通行 東亞運圓形地和東亞運大馬路 會在上午十一時正開放 但東亞運大馬路只會進行部分開放 並只限於車輛由東亞運街 轉入坦仔市區 連花海濱大馬路及賽道餘下路段 將會於十一時半比賽完結後 進行全面開放 最後 參與賽事的運動員及相關工作人員 可使用夜間巴士到達比賽場地 其中N1A及N1B為澳門區夜間巴士 而N2及N3為澳門區夜間巴士 如有需要市民可選擇轉乘服務方式前往 多謝各位留意